大家好 可能很多花野玩家养多肉的时候会发现你的多肉呈现一个摊大饼的现象 就是呢 因为多肉整个摊开来长了 那么出现这种现象 坠葵祸首是什么呢 其实呢 坠葵祸首就是因为植株生长过旺而导致的 而植株出现生长过旺的主要就是因为光照不足 浇水过多 而湿了过多的淡肥而导致的 因为我们光照不足 大家都知道 光照不足的植株呢 会很容易出现土长 然后呢 多肉其实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浇水也是 浇水的话呢 浇水过多 植株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个生长过于旺盛 生长特别快的一个现象 当然大家用肥的时候也是一个道理 用肥用的过多的淡肥就会导致植株的营养生长过于旺盛 营养生长过于旺盛呢 它就会出现摊大饼了 所以我们要想抑制植株的生长过旺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进行这个控养才行 那么怎么控养呢 控养的话就是要给它增加光照 然后呢 少量浇水进行控水喷涂干透了再来浇水 用肥的时候一定不能够用过多的淡肥 最好就是用这种多肉型的这种全营养的水溶肥 一定不要用一些通用型的肥料 通用型的肥料一般都是含淡量比较高的 而多肉型的全营养水溶肥的话 它就是一种含甲含量比较高的肥料 甲含量的话呢 可以促进植株的健壮 可以避免它出现土长 而且出现摊大饼的现象了 而这里面的话 蛋铃甲比例是15比10比35 它的甲含量是非常高的 如果大家想要使用一些缓氏肥 或者是栽种的时候 在盆土里面 拌上一点缓氏肥的话 建议大家最好就是用一些 这种高甲的这种缓氏肥 比如像这种的话呢 它有通用型 有花果型 也有一些绿叶型 那么大家选的时候最好选这种花果型 它里面的甲含量是偏高 比蛋铃含量都要高 那么这样子栽种你的多肉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多肉出现这个营养生长过旺而摊大饼了 所以多肉摊大饼它的罪魁祸首就是 因为这个营养生长过于旺盛 所以养护多肉 大家一定要实行这个控养才行 好的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相续见